画面上是南港区的防災演练 主办单位特别选在靠近山边的老旧聚落进行演练 希望让社区民众与各防灾单位能够了解到防灾重点 有效缩短疏散避难的时间 我们今天是秉持着平时多演练 灾害发生时可以减少损失 然后我们在中南里130项到164项 这里办理老旧聚落的避难疏散演续 那总计我们有出动防灾车辆各式十步 那参与人员总共有84位 假设状况的话就是风雨达到300 400毫米之后 我们这间老旧居民 我们这间社区的居民的一个疏散演练 本处老旧聚落有新移民 里半多处透过熟悉越南语的礼民 以广播方式请新移民朋友 做好预防疏散撤离准备 请看演练 我们新移民长期支持在我们这边 希望联合接受他们的疏散 所以我们防灾事结果通知以后 将它尽数的送往我们南港国小安置 包括新移民还有一些居民的一个疏散演练 因为新移民的语言跟我们这边是 其实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请他 我们特别演练这个新移民这个新的桥段 南港区公所特别针对新移民的 引导疏散进行演练 也假设有民众居家检疫中 通报后由卫生单位派救护车 协助居家检疫者疏散至防疫旅馆 在演练中可以看得出来 在地居民及志工 共同跟警销 救护 工程 环保等单位 配合疏散与抢救 演练过程相当逼真 工作然后跟我们的 每年到我们的防护医疗单位修制 东南区里长 李盖市疏散成员及 挨家爱护的劝导住户 希望他们能够到我们的安置国小 南港国小安置 目前李盈有希腊的简单物品 花好瓦斯电源已避免二次扎案 人员疏散完成 目前人设管制 公所线拉起地有张贴公道 住户均已疏散完成 现在各绝天组人员 向副主席官回复动物 从很早以前就开始 每年要固定的演练 那让主要让各单位熟悉 整个运作的过程 然后让里长 因为主要都是里长要在第一线 要处理里民的相关的事情 对那由他来通告区公所 然后区公所在通知各个单位 那平常的演练就可以让大家熟悉 这个整个过程 这样节省很多时间 要不然真的灾难发生的时候 这要再去找程序来处理 那也就太慢了 所以平常的演练是非常重要的 是 而且南港这边来讲的话 老旧社区是不是也不少 也蛮多的 对 因为山区多 那这个开发的也早 我们南港算开发的早的地方 那有很多很多这个老旧社区 那也是专造的啦 这个都很早以前的建筑 很需要很需要注意很关注啦 我们是希望经过这样的一个平时演练 在灾害发生的时候能够减少一些损失 在灾害地区现场成立现场指挥车已到达现场 抢修组组组长报道 抢修组组长 在山医成员原家及时日导 向副主席关请求任务指示 报道组织 让抢修组组长 在山医成员及地园回收车已到达现场指挥车 请求任务指示 请抢修组清理香道主持 避免民众滑倒发生危险 安保组组长 在山医成员及地园回收车已到 向副主席关请求任务指示 报道组组组组收 保抢修组组组组 在山医成员并 支援回收车已到 请求任务指示 请王帮普 环保组针对周边水区 进行轻疏作练 以利与水限限 报道组组组组组组织 轻疏入组组组组织 虽然演练时间只是短短的十几分钟 但可以看到所有参与演练的人员 在狭窄的巷道内 把各种的状况进行模拟 每个人都汗流浃背非常投入 除了加深民众的防灾观念 当灾害来临时 也希望能把灾害减到最低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